OK 这一期都在讨论病啊 我也就赶紧去了一趟医院 确诊了一下 我抑郁症 当然一些熟悉我的朋友 现在肯定就在想 才确诊啊 对 我这个哀声叹气 也是很久了 对吧 是感觉有点耽误了 我本来也自以为 自己就是气质比较忧郁 然后我确诊的过程也很简单 医生就是直接让我去做题 就是那种测试问表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做题的时候 感觉自己不想得高分 我都知道哪个答案分高 我不敢选 我怕得个满分 直接安排住院 然后那些问题 有的也很吓人 比如他有一个表啊 就问我最近是否经历了以下事件 有父母重病重伤 本人重病重伤 本人破产 本人坐牢 基本上就是人世间所有的悲剧 你知道吗 都在上面了 然后我就一直选否 否 否 否到后边我都有点心虚了 我说我在这儿是不是有点 无病生营了呀 最后我终于看到一个选项 离异 给我高兴坏了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高兴 看到这两个字 我感觉你就 我离异了 我离异了 宁静老师 我也离了 对 然后护士过来就跟我说 你这个 如果不是一年以内发生的事啊 不算 所以最后整个表我写下来 就选了一个搬家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选项 我就感觉我也没搬太远呀 就同一个街道 要不我搬回去 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 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我感觉来看病的 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男的很少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男人 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情绪问题 好吗 就我们觉得男人好像应该强大 对吧 应该帮助别人 所以现在造成好像男的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 硬帮助人家 对吧 在飞机上是吧 硬要给女的抬行李 其实还没有人家个儿高 有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是吧 我说 王勉啊 杨丽够得着 你知道 抑郁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 它会让我失去行动力 就有时候就只能躺着 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 我这人很懒 但你知道 懒跟抑郁是有区别的 就懒人他躺着的时候 脸上有笑容 明白吗 所以区分懒跟抑郁很简单 你就跟躺着那人说一句 起来吃饭 懒人蹭就起来了 是吧 满脸笑容 在吃什么 然后阴影的感觉就像 你的脑海里 住了一个毅力镜 太早了 就我每天一起床 你知道吧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说 你觉得你是个有价值的人吗 然后我说 要不我再睡会儿 真的不管我干什么 他都会在那问 你觉得你做的事有意义吗 你有想过失败的后果吗 我说我就想洗个衣服啊 包括现在 他都在问我 还讲段子呢 你还记得 你有一个广告吗 有机生活的倡导者 经典有机奶 你忘了吗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你不惊讶吗 其实说实话 我选择聊抑郁这个话题 我也犹豫了很久 因为一开始我就发现 很多没有抑郁的人 在装抑郁 而真有抑郁的人 又在装没事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本身就很有病 所以我就想通过一些段子 让大家重视抑郁这件事 但说实话 我也很害怕 就是害怕看到大家这种 对你这种眼神 你知道吗 害怕自己从此被贴上 一个抑郁的标签 但是我又一想 这一期本来就是要 讨论心理问题 对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 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结果到现在我就发现 好像只有我 真的在聊自己的心理问题 他们这一个个的 就逗逗 那么帅了 外貌焦虑 我的天哪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觉得 心理健康这个题目 到头来就是 只忽悠了我一个人 我在这儿给你们 展示我的脆弱 是吧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抑郁 我就是傻 但说实话 确诊了之后 我整个人还是放松了很多 就是我开始明白 我脑海里那些负面的东西呢 他不是我 当然也不是毅力镜 他是一种病 所以那天回去 我整个人就 开心了一些 放松了 同事也会问我 说 你怎么有点开心 我说 因为我有病 谢谢大家 我要说 这个还挺好的一段 为啥会 这个选 观众是太怕 谢谢Rock 喜欢Rock 老公 行 我今天就讲讲 跟老公没关系的 聊聊孩子吧 今天的主题是 躺和卷 怎么选 我是一个妈妈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妈妈这个角色 更卷的了 对妈妈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好像现在 只有那些辣妈 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可是那些辣妈 是从辣妹变的呀 像我 生孩子之前就很土 咋可能生完秒变辣妈 我这生孩子还是变身呀 一生出去 一把握住家属的时候 恭喜你啊 你老婆今儿太辣 我真的很想改变 我在网上关注了 好多时尚博主 总结来说 一定得是 单手抱娃 又美又撒 双手抱娃 家庭主妇 单手抱娃 时尚辣妈 这啥逻辑呀 力量越大 妈妈越辣 那要这么着 我以后上街 就把孩子这样举起来 是不是很时尚 我再练练这个 旁边人都惊了 哇 这个妈妈辣疯了吧 我说 我再平衡了 当然了 辣妈只是对一个妈妈最基本的要求 要想成为一个好妈妈 还要无私 奉献 伟大 我有时候看着那些伟大的摩埃故事 都会自我怀疑 我这么平凡 是不是不配当吗 孟母三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孟母为了孩子成才 搬了三次家 可是孟母付出了那么多 她被大家记住 也是因为孟子又出席了呀 谁记得孟母全名呀 孟母她都不姓孟 还有 世上只有妈妈好 你知道这首歌 让妈妈骑虎难下 因为一旦孩子对你唱这首歌 就算你再累 也应该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我有一次工作完 已经很困了 我女儿拿这首工作也过来 世上 我说宝贝 世上 也不光妈妈好 也可以爸爸好呀 奶奶好也行 我跟你说 都可以比妈妈好 知道了吗 去 找他们去吧 让我最想不通的 就是那些伟大的妈妈 为什么永远都不饿呀 每一次做了好吃的 永远都是 妈不饿 你吃 我也很爱我的孩子 我咋一天饿得贼快 真的 这个鱼啊 辛辛苦苦从挑选制作到出国 忙活几个小师傅都快饿死了 但也会把最嫩的一块肉 鲜味给孩子吃 孩子默默唧唧半天 把肉全吐了 就吃进去两根鱼刺 那一刻我都崩溃了 我心想 这还不如让妈妈吃了 我说妈吃饱了 你不听话 还有力气教育 有一次鱼出锅的时候 馋死我了 我一想 反正我娃也浪费 我也吃口嫩的吧 当妈几年净挑刺 但那天没忍住 把鱼吃得遍体鳞伤 我女儿还最后指着问 妈妈 这个鱼的身体呢 我说宝贝来 妈妈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事情 有的鱼呢 它只长头 当妈以后 我的大部分精力 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来录节目这两月 是我一年中 唯一能放松的时候 我前段时间 还跟他们去了一趟酒吧 哇 你们现在年轻人 也太会玩了 我这个景底之妈 真是开眼了 嫂子32了 第一次去酒吧 大家在躁动的音乐下中 肆无忌惮地蹦呀 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他们怎么能活得这么快乐 是因为没有家吗 正嗨着呢 我女儿还发来视频 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去接 说妈妈 你干啥呢 我说宝贝 妈妈加班呢 你跟爸爸早点睡 挂掉电话 端起酒杯的那一刻 朋友们 我终于体会到了 当爸爸有多快乐 实话说吧 我也不转了 就做一个平凡的妈吧 因为我发现 那些优秀耀眼的人 都有一个叫不上名的妈 但我很幸运 起码你们知道了 我叫布京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布京云 三 二 一 请左票 我塞 布女士今天好开心呢 是不是 因为我对主题在了嘛 我就放松一点 今天很放松 布姐 开场自己选的 是因为上一场我票最低 所以我想着 我就主动开场吧 因为确实没表现好 这场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四位老师 对 我这个头是烫的 我还挺喜欢 我这个发型的 你知道吗 但我妈特别讨厌 我烫这个头发 但我没想到 我就烫个头发 居然会影响 我跟我妈之间的 母子关系 就现在我跟她 站在一起 特别像姐妹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读过大学 我是一个医学生 我是一个成绩挺差的 一个医学生 那你知道 一说到学医的 其实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 啊 学医的人都很厉害 学医的人都很聪明 你是学医的你 哦 好棒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你知道吗 但我非常喜欢 我还会努力维持 自己这种人设 就有时候我朋友生病了 跑过来问我 我根本就不懂 但我都是有问必答的 只要网上查得到 就有一次我朋友 不舒服跑过来问我 我帮他解答了 他又特别激动 他说 哇塞 CY 你真不愧是专业的 你说得跟网上一模一样 我的同学也会 努力维持自己的人设 但他们是真的 在提高自己的医疗技能 他们不断帮病人治病 我就是那个病人 但你要知道 医学生跟医生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你知道吗 就如果你生病不舒服了 医生开药给你吃 医生会跟你说吃吧 这些药吃下去就没事了 医学生会跟你说吃吧 嗯 没事 吃不死的 有时候我都甚至不需要生病 他们就会拿我练手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中午 我趴在宿舍的桌子上睡觉 我睡醒 我就突然发现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我背上多了几个火罐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被热醒的你知道吗 然后回头还看到我摄油 在旁边热火罐 虽然你醒了 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然后就跑掉了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 最奇怪的是我明明记得 我睡觉的时候是有穿衣服的 我真的很害怕生病 在他们面前生病 就如果你生病了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 你们课上在学那个病 天哪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开心 爬一直对过来帮你看病 就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 那段时间我们刚好在学感冒 我是有看到我一直在那里打喷嚏打喷嚏 他就跑了过来 他说CY 你感冒了啊 包在我身上 我说不用不用 我喝点热水就好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感冒不敢紧致 等下变成发烧怎么办 我们还没学发烧呢 针灸 我们还要学针灸 天哪 那些人一学针灸都特别兴奋 上课扎自己 下课扎自己 回宿舍两个人对着扎 因为我之前是有鼻炎的 有一次我鼻炎犯了嘛 就一直在那里打喷嚏打喷嚏 然后突然听到背后传了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 CY 你鼻炎啊 包在我身上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他 他就在我手上扎了好几针 在我脸上扎了好几针 我觉得自己特别像那种饭后水果 就全身上下都是牙签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但很神奇的是 他把那些针扎上去之后 我的感冒不见了 我的鼻塞不见了 我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全部不见了 我晕过去了 我直接整个人晕了过去 他赶紧把我扶起来 没事CY第一次针灸都是这样 我说我不是第一次 我是啊 搞到后来 我哪怕在宿舍想打个喷嚏 我不敢丹架在那边打 我也偷偷跑到厕所把门关上 把嘴巴捂起来 然后听到外面开始敲门 CY你又病啦 你赶紧出来我帮你看一下 我说我没病 你有病 CY你赶紧出来吧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但真就可以啊 你知道我大学最开心的那一天 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天 我都感觉自己不是毕业了 是出院了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我的同学都很舍不得我 毕竟同学一场嘛 我说没事没事 以后大家有空可以出来聚一聚嘛 都说那也不用 有病的时候可以出来聚一聚 你知道我现在在讲脱口秀 我已经没做医生了 虽然我读了五年的医 很多人经常就问我 你读了五年的医 你不做医生为什么 你不做医生 那你读那五年 不就在浪费生命吗 我说我觉得我这样的人 要是去做医生 才是在浪费生命 浪费别人的生命 我觉得我不做医生 才是对病人最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我是CY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 租房很麻烦 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 有时候上一个租客 还没有搬走 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 像一个视察的领导 说 啊 闺门好用吗 啊 卫生间水压正常吗 行 行 好住就行 你住吧 我租不起 但所有的房子啊 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它的问题 比如说 我现在的房子 住进去才发现 每天下午两点呢 都有成群的小孩 在下面玩闹 喊叫 谁能想到 我花几千块在城市 竟然能租到孩儿警方 刚租好房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憧憬 看了很多家装视频 标题都是 打工人一千块 暴改老婆小 就是里面有一个人 拿着刷子 二倍速 这儿搓搓那儿搓搓 家就变漂亮了 但我自己尝试了 才发现 我不想拥有他的房子 我只想拥有他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回家不想躺着 竟然还有力气刷墙 我就想 这个博主这么热爱生活 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 为什么我回家 就只想刷短视频呢 同样都是刷 人家下班刷墙 刷完了 开心 我刷短视频 刷完了 想死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 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 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 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 订好价格 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吗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 抱着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 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 我家住哪儿 那一刻我就想 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 还得再找一个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猜啊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 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 就是你这个箱子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 我也知道 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了 我白天出门之前 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 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 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就是我的代号 现在是张先生 接头暗雨是放门口就好 我还会在阳台上 假装挂男士衣服 门口放男士拖鞋 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 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 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 我就很羡慕男生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 顶多需要假装自己 没有男朋友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 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说 为什么总见你穿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啊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 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 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 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 其实是我 所以为了安全呢 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 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 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我 放在门口的鞋 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小北听完我的处境 义愤填膺说一定要帮助我 就是愿意给我两双 她的旧鞋 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 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瞎幽默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谢谢鸟鸟 三 二 一 大家好 我是周鸟鸟 谢谢 谢谢 我平时呢 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 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 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 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 变成慢餐店 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 不知道为啥 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儿 轮到他点餐的时候 就跟个傻子一样 就往那一站 你们这儿都有啥吃的 服务员说 我们这个都是面 菜单就在上面 您看一下 那个酸辣笋尖面 来一份酸辣笋尖面是吗 不是 那里面都有啥呀 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尖 还有面 笋尖那就算了吧 那你看一下 那你给我来一个 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什么吧 给我来一个那个 哦 下面也有啊 哦 都一样的是吗 牛肉面 牛肉面 酸辣笋尖面 酸辣笋尖面 行吧 那要么 你就给我来这个 酸辣笋尖面吧 然后不要辣 服务员说 先生 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 做不了不辣的 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 别的都可以做不辣 行吧 然后他就走了 我在他后面想 你是个大熊猫吗 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 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 都能吃酸辣笋尖了 我排在他后面 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我气到什么程度 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 我特别想把刚才 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 轮到我的时候就是 酸辣笋尖面 在这吃微信 那个感觉就是 哥们懂行 是不是 哥们跟那傻子不一样啊 我太猛 断得太硬了 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 其实我最佩服的人啊 是天津大爷 当然这是那种好的佩服 我就感觉 没有天津大爷 解决不了的事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天津的大爷 上楼 劝说一个要跳楼轻生的少年 因为那哥们失恋了 他大爷就很强势 一上去就是 小伙子你下来 你借此干嘛呢 没有用 没有用 为你女的你至于吗 你至于吗 你今年二十几啊 二十几 十八 借你四庆春季啊 庆春季 你听拜拜的 听拜拜的 拜拜是过来人 你后面有的是 然后这哥们就下来了 就非常管用 因为很强势呢 让他没有时间的思考 但是你看美国人谈判 一般翻来覆去 就那几张 比如面对着一个 节职人质的歹徒 一个谈判专家 可能会上去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okay you wanna talk can we talk no okay relax relax Jesus relax relax you wanna talk to your mom no your girlfriend no i told you one million dollars okay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警戒线外面可能已经围着很多人在那围观 其中就有一个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 杰斯干嘛呢杰斯 嘿 爸的 爸的 啊 这一块的 又多言我特呢多言啊 多言我特呢 雷斯图爸爸 雷斯图爸爸 啊 雷斯图爸爸 雷斯图爸爸 do want the money do want the money you make it you made you money you have 15 years to go 好啊 Hary, what are you, Harry? Listen to baby, listen to baby You come to China And be an English teacher Money, girls, all yours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那个 对 我是官队 潘云岸坐在台下 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下 有关于这个焦虑的话题 这个人到中年呢 最焦虑什么事呢 是中年危机 一般人可能觉得 中年危机可能就是 肚子起来了 头发卸顶了 或者说开始使用保温杯了 对我来说这事不重要 我的中年危机 其实是发生在09年 我在拍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发生了车祸 演着演着戏一不小心 我就把车给开到 二三十米的悬崖外边去了 当时医生就给我 下了病危通知了 我们家人都崩溃了 我不信呢 我就问医生 我说大夫 开什么玩笑啊 我是主角 人家的主角呢 挨十几枪都不带死的 我就简简单单 出这么一个小车祸 我就能有事了 这车祸出了以后呢 没别的办法 我就只能是食疗进步 什么好吃吃什么 吃着吃着呢 我这个体态啊 是吧 就有点圆圆滚滚的 有点胖起来了 我突然间 我就想起几年前 我还取笑我那几个朋友 我说嘿嘿嘿 你们几个 怎么都有肚子了啊 什么情况啊 太搞笑了吧 我现在我再看看 我自己 那是我憋着呢 说实话 我也有肚子了 对 现在我更焦虑了 为什么呢 我突然间发现 我前几年 有肚子这几个哥们 现在开始泄顶了 是这样啊 我呢 从小立志就想当一名演员 但是毕业以后呢 一直苦于没有戏演 所以就从这个幕后工作 开始干起 那么场记呀 副导演呀 剪接师啊 我全干过 终于有一天 一个大导演 发现了我 哎呀 太开心了 让我演戏呀 我那会可激动了 我也不自信 我就很真诚地问 我说 导演 您看我应该怎么演 导演呢 他给我这个空间 表现的空间很大 佩明啊 你呀 只要别老实 去别的部门添乱 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车祸以后呢 我经历了一点点 人生的坎坷 这个事业呢 也有一点点低潮 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观众的事业里 实在是抱歉 去年 有一档节目 叫做跨界歌王 跨界其实 跨界就是业余的意思嘛 人家导演 找到我以后说 潘老师 我们这跨界歌王 您一定得来 我说 我凭什么一定得来啊 您就别客气了 我们都把您调查清楚了 您的资料 我们很全啊 您都已经半年 没活干了 您还倔强什么呀 倔强什么 不得话很标准 这一看就特有诚意 是吧 行 那我就来吧 但是有一小条件 我没活干这事 咱就别往外传了 跨界歌王播出以后呢 这《白夜追凶》的导演 就发现我 他通过这个节目 看到我 一些表现 他特别觉得 我合适这个 《白夜追凶》里 这个性格迥异的 双胞胎兄弟俩 为什么呢 他觉得我 人格分裂 不是我凭什么 人格分裂 我就想知道 潘一鸣啊 那导演觉得 咱俩人格分裂 你听他瞎说八道 神经病吧 他才人格分裂呢 你理他干嘛 哎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是潘月明啊 因为我也是 潘月明啊 拍这个戏的时候啊 我发现好多观众 给我的反馈 就是我越来越胖 丑死我了 我今天终于有机会 我解释一下了 我在心里有一替身 就是拍这个兄弟俩 同框的时候呢 总有一个是替身 很容易分辨 那个肚子大的就是他 那不是我 他生活里太爱吃零食了 我给他急的 我每回我就劝他 我说哥 我给您跪一些行吗 您少吃点啊 你说这肚子 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 他是咱俩人的 正所谓胖在你身 扎在我心上 有时候我还得给这肚子讲戏 哎 哥们 来 收回去 收回去15公分 帮紧点 你现在代表的是人民警察 要体现出那种 睿智精干的形象 来 兄弟 来 裤腰带解开吧 松十公分出来 放松放松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通缉犯 是啊 这白夜追凶啊 拍的我真的 我感觉非常欣慰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看过的网友都反馈 我们这是一部良心的国产剧 我们的这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支持 我们这个道具其实也很精良啊 对吧 你看有些尸体 都是真人上去演的 都是真正演员去演尸体的 雪了呼啦容易吗 我记得有一回 我们正说着台词正演着呢 尸体睡着了 打起呼噜来了 哎呀 我当时心里我就替他捏一把汗呢 这不光是对戏的不尊重啊 这完全就是对凶手的不尊重啊 啊 你说你呼噜打得这么响 这凶手的心情多复杂 他肯定得问导演 导演 要不咱们再杀一遍吧 他好像还没死透 我非常感激啊 我自己很幸运 我在中年危机的时候 遇到一个白夜追凶这么好的作品 陪着我平安地度过 我觉得中年危机不是可怕的 可怕的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对吧 是吧 胖就胖了 怎么了 你拿我怎么着 对不对 无所谓 但是啊 谢顶这事我就不掺和了 谢谢大家 我是佩明 都知道我未婚了吧 那我就讲讲你们丈母娘 都有机会啊 就我妈啊 她前段时间生病了 就蓝尾这做了一个手术 就这俩小姑娘咋这么紧张呢 那蓝尾炎不传染啊 放轻松一点 就其实就是个小手术 但她还是就是觉得花钱 天天跟我念叨 哎呀 咋办呀 给你的嫁妆都花光了 我说不至于吧 妈 我快三十了 咱家就攒了一万块钱呀 那医保还听你出六千呢 而且父母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们觉得手术前 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 但是我爸不愿意去送 因为他快退休了 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人生有污点 所以他们就劝我去送 就为了给我做心理建设 会给我发那种文章 马云说27岁的你不必害怕犯错 我倒不是怕犯错 我主要怕犯法呀 马云话也太多了 就天天就劝年轻人 你也劝劝我爸爸 你就跟他说55岁的你 不用害怕重新开始 小慧的现场真好 真的我那天都紧张得睡不着觉 我就一直在用手机搜 行贿罪的减刑标准 我想把我后路想好呀 第二天我就学那个电视里面 就是把红包夹在一本书里 拿给医生 我去医生办公室 我说医生啊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挺好的 想跟你分享一下 医生看了一眼说 你想手把手交 我说脱口秀 李云你一脸 啥意思 这是我的书 送给李云李老师一本 这也没有那么好笑吧 其实那医生一眼 就知道咋回事了 当时就拒绝我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轻松 但是我妈就不相信 她说你肯定是不够真诚 你得劝劝医生呀 我知道有规定 但马云不说了吗 年轻人不用害怕犯错 真的我想我还是劝劝我妈吧 我说你别老想生病的事 我妈说你少扯淡了 我就穿着病号服 在这书艳的 我不想生病的事 我想啥呀 我说也不难吧 那我穿着校服上课的时候 想的也不是学习呀 挺好的 哇 观众很接 对 她转型成功了感觉 对啊 转型成功了 不讲那个课程 而且我妈吧 她就想不通自己为啥生病 她以前一直都健身 她觉得应该挺健康的 我帮她回忆了一下 她当初办健身卡 是因为我们家那儿 洗浴中心一次二十 健身房一年才一签 我每天听她夸健身房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人健身房那个喷头水真大呀 她有段时间去学游泳 我都觉得就是为了泡澡 因为她自学了三个月 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就没有学会 我说你找个教练吧 她说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我说不冤枉 咱也交点水费吧 她来广州找我 也办了一张健身卡 还让我办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教练给她回扣 我后来想通了 她是缺个搓澡的 我去过一次 我给她搓完澡以后 就后面十几个人在那儿看着 就广州人可能没有见过 北方这种神圣的仪式 我妈一点都不害羞 还特别自豪 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 我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才艺 那天呀 我妈才发现我身上的闪光点 手劲大 我真的很怕我妈跟她们说 哎呀 初来乍到广州没带什么特产 让我闺女给你们搓个澡吧 人生过病以后就开始养生了 我妈就是 她现在要求我们全家 每天早晚喝一杯蓝河绵羊奶 因为蓝河绵羊奶 新推出的成人奶粉 男女老少都能喝 能满足我们全家的营养需求 真的很养生 因为我妈现在做饭 口味特别清淡 我也不敢交外卖 因为怕我妈生气 她总觉得就是家里有饭了 你就不能吃外面那些野饭了 所以我每天一回家 就跟去迪士尼似的 第一件事就是翻包 就怕我外带食物 我都没有想到我快三十了 每天回家前 只能在楼下偷偷吃一包辣条 就每天跟我一起偷吃零食 都是一群小学生 就终于有一天 小孩问我 阿姨 你这个是不是就越长大 越孤单呀 哇 可以 我们有点危险 是啊 她挺好的 后来就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我就想开车带她出门 没想到我妈一上车就变成怒怒了 真的摇下车窗骂别人 你们会不会开车呀 摇上车窗骂我 你会不会开车 我不是不会开车 我就是开得比较慢 因为驾校我最快就开到四十 所以就是一上四十 我不是觉得超速了 我主要觉得超刚了 就没学过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特别着急 一直在旁边催我 你踩油门呀 你抄她呀 你那是假只吗 后来我妈放弃了 开始思考人生了 不怪你开得慢 可能是这个世界 太快了 后来我就找我朋友开车 我觉得她没出过什么事故 应该技术不错 但是上了她的车 我才发现 有些人啊 没出过事故 不是因为技术不错 就是因为她命大 那既着安全带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车开到一半 我妈都有点恍惚了 她问我 你跟妈说实话 我这个病 是不是恶化了 就我妈生病的时候 我最烦别人问我的 一个问题就是 阿姨没事吧 他们只想听到 没事这一个回答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他们那种 既表面关心了你 实际上又没有替你 分带任何一点 焦虑的心理 所以每次别人问我 阿姨没事吧 我都会说 啊那个 怎么说呢 我就是要让她紧张一下 但我没想到这种问题 还有第二种回答 他们都跟我说 啊这样啊 那没事没事 会没事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其实本来在后台还挺紧张的 但是看完郑爽老师表演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郑爽老师别生气啊 我是 没有没有没有 默人默语是吧 默人默语 一会儿不给我拍灯 就是生气了 今天话题是遗憾 对吧 遗憾 那我就必须得跟大家坦诚 我前半生 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爸妈没有在我身边 当然我讲这个事情 你们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也不是你们造成的 是吧 不会怪你们 就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他俩很小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然后呢又特别忙 就把我送到了我姑姑家 我从小是在我姑家长大 但这就让我很难写作文 因为小学的作文 大家都知道 经常是写什么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每次一写我爸爸就问我姑 我说 姑姑我爸以前啥样啊 我姑就给我讲 我爸怎么上树偷鸟蛋 小的时候 我就在那记 我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人 然后交上去以后呢 老师一看 说你这个作文啊 写得倒是挺生动 但怎么总感觉是 先有的你再有的你爸呢 怎么写出上帝视角了呢 更难写的就是我的妈妈 因为那个时候 我跟她两三年能见一次面就不错了 她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所以别人写我的妈妈都是 我的妈妈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笑起来像月牙一样 我写我的妈妈就是 王霞女1963年生日 汉族熟兔 交上去以后 老师一看也就明白了 所以她下次布置作文的时候 就是说 同学们 我们还是写我的妈妈 写我的妈妈 然后周期末啊 你写难忘的一件事 然后从小 我妈不在我身边 这就导致我长大以后啊 就找女朋友的时候 很想找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女生 就是一种补偿心理 你知道吗 就别人家女朋友过生日 男朋友都是插上蜡烛 在那唱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到我这儿就是 Oh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但现在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老 我就发现 也不能再照这个标准去找下去了 因为再这么找下去 这个女朋友可能就也不是大 而是老了 对吧 就可能我演出之前 跟我女朋友说 我要走了啊 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 你现在不是牙口不好吗 你记得吃 我说 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 而且这种成长经历呢 还让我现在看不惯 有一些家长啊 威胁孩子 就你们经常能在街上看到 有的时候一个大人在前面走 后面跟个小孩 是吧 然后大人在前面就特别凶 然后我不要你了 听不见 别跟着我 不要你了 不要你了 不听话 不要你了 别跟着我啊 然后你看小孩在后面嚎 是吧 跟个僵尸一样 然后 别我呀 我天 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你别这样了 对吧 大人只是在纯粹地发泄情绪 孩子都知道 挽留一下 是吧 孩子都知道 爸 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要不要再试一试 对吧 关键这种就是 大人在完全利用孩子理性上的不成熟 你知道吗 他意识不到这是个威胁 但凡他能意识到 就会很尴尬 是吧 我走了 听不见 不要你了 别跟着我 不要你了 不听话 不要你了 谁反悔 谁孙子啊 等着我妈给你离婚吧 是吧 儿子 当然这种成长上的遗憾 其实是双向的 我爸现在也很遗憾 他就遗憾我小的时候 没有陪在我身边 所以他现在就特别想补偿我 比如他会背着我 偷偷给我买衣服 然后等我回到东北老家的时候 拿出来 给你买了件衣服 好不好看 一般情况下 我看到这种衣服 都只能是假笑 挺好看的 他立刻就能看出来我不喜欢 然后就开始催眠我 好看 是不是啊 多好看呢 是不是好看 好看 好不好看 是不是好看 不是好看 这图案是不是好看 然后我在那 好看 越看越好看 好看啊 以后给不给我养老 啊 给不给我养老 养 养 养 关键在我爸眼里 就什么衣服 好不好看 流不流行啊 就看上面 有没有英文字母 他也不管写的是什么 有一次给我买一件衣服 上面写着 I'm a single lady 我说爸你这边都写的啥 我说啊 不知道啊 I'm a single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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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觉得 我只是在这儿 讲一个遗憾 其实还真不是 因为自从我讲了脱口秀以后 发现 这种遗憾 也可以是一个礼物 正是这种 小时候这种成长经历 让我现在变得敏感 细腻 善于观察 才有了做喜剧 这么一点点先天条件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一个新演员过来问我 说 写的段子不好笑 怎么回事 我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是你的原生家庭有点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周伯伴喜欢周其默表演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他开的其实很好 就是后面的演员会很舒服 对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 我有一点弄懵了 他不是已经淘汰了吗 他又回来了 你自己解释 我真的是来比赛的 我真是正式演出 他现在是正式演出 刚